每个孩子都是宝贵的土壤 每个学校都是繁花盛开的花园 于人生以坚定的决心 坚持不懈地从2005年 拨下希望的种子 培养出未来的花朵 因为孩子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他们将成为社会的栋梁 让我们携手助力教育 共同为孩子们的未来 铺就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游人生一年校教育筹款计划来到了第19年 今年我们帮助四属学校提升他们的校园设备 目的是让学生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深信取自于社会用自于社会 每个有能力的企业都有义务回馈社会 教育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石 因此一年校教育筹款计划 是游人生非常重视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也是我们对社会的承诺 这些九年来 通过这个计划 我们见证了许多学校学习环境的改善和提升 让无数的学子们受益 这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和开心 这也是游人生每年坚持完成一年一校教育筹款计划的动力所在 通过游人生一年一校教育筹款计划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大众的帮助和支持 共同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培养出更有潜力和成就的未来之心 三明华小是一间微型华小 也是一间爱心学校 配合教育部推行的 2025年学校转型计划 DS25 为学生提供有趣的学习环境 这个计划旨在推动学校转型 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学习环境 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希望通过游人生一年一校教育筹款计划 可以为三明华小顺利实施转型计划 为了提供学生更好的教育设备 每一间班次都有一部Smartboard 也能提升我们学生的学习环境 智能一体制教学 是当前教育领域的新趋势 它融合了多媒体互动和个性化教学 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而目前 星方目隔划小的课室 正缺乏智能一体积 希望下来的日子 学生们能够提升学生掌握科技能力 与时并进的情况下快乐地学习 后面只有空架 但是里面的投影机是没有的 六年级的课室 投影机的位置 倒转的方向来安装 当他们要看投影机的时候 他们就得把这个椅子再次地把它转来后面 是非常单独他们的学习 学生们非常的紧迫地需要这个智能一体机 因为他们将会面对这个UASA的考试 很多都是外边没有补习 因为家境不允许 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能为孩子塑造一个好好的掌握科技技能 相信这是有利于提升他们在AI时代的竞争力 希望提供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环境 优化他们的学习过程 同时提高学习效率 此外呢 培育品学兼优的学生 也是大众华小 迈向优质教育的大方向 目前亚印港中华小学 校园设施年久失修 非常急需要提升校园的硬体设备 因为目前的上课环境 尤其是铁丝窗 在雨季时会导致校园内部受到雨水的影响 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扰 因为这里是靠近海 所以它的雨室会很大 把那些雨水呢 喷进我们的教室 然后所有的那些教具啊 还是学生的作业啊 电视机啊都会淋湿 然后我们就DIY 躺室的那个输出 还有有些白牙木已经鼓秀了 我们希望透过今年一年一校 教育筹款计划帮助 三明华小 清风木格华小 大宗华小 亚印港中华小学 让孩子们能够拥有 更安全更美好的学习环境 一步一步一步一签订 一年一校一月认自己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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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